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链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链接 因为使用这个链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链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不然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第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太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对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但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太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利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 购买太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 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 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 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 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 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业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业 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 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潜在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 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 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 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 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返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按钮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用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 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 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 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的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比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2U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 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您一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光泛 原创小陈同学江湖寻味收录于话题同仁23个特色小吃两个宴席一个碧江区一个美食122个听说了吗 最近有个大事 什么大事 说来听听 龙王宴 开席了 你们吃过龙王宴吗 今天带你们去看看 碧江区龙江新村的龙王宴 想要去吃宴 就得先喝蓝门酒 wine 蓝门酒 特色葡萄酒 蓝门酒 喝完到码头广场 还可以参与打瓷巴 good loadness 打瓷巴 瓷巴是以糯米为主料 清浸泡后 割蒸笼里蒸熟 再迅速放在石窑里 充至绵软柔韧 趁热将饭泥制作成 可大可小的团状 拌上黄豆炒香抹粉 即可取食 口感香甜 爹嫩 弯腌 红烧肉炖土豆 青椒炒肉 凉拌折耳根 蒸南瓜 油炸米锅巴 花生米 梅菜扣肉 冰凉皮冻 摩尔 这满满一桌的美食 真让人直流口水 等我拍张 哎哎哎 等等等等 这怎么就吃上了 给我留些呀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不不不 看Fry Party 篝火晚会 活力满满 大家手拉手一起舞起来 每当夜幕降临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 又开始渴望 美好而轻松的一餐 东立区的夜市便随之沸腾 没了烟火气 人生将会错过一段精彩的旅行 这句话 简直就是为东立夜市的烧烤量身定制 近一段时间 东立区陆续新开了很多夜市 华明夜市便是其中之一 老饭在这里经营着一家烧烤摊儿 从各种烤串到麻辣小龙虾 变化了的 是自家的摊位越来越大 不变的是诚信 咱的味道也还是老味的 就是二十多年以前的老味一直没有变过 保持经济实惠 串的肉量大老饭说 十几年不变的老味道都在这些沁心入皮的烧烤小菜之间 小摊前的老饭 带给食客们的不只是有色有香的美味 更有朋友之间惬意的放松与美好 听说这华明这边有夜市 然后特意从金南过来的 我觉得味道挺好的 然后卫生也挺干净的 我就住华明 一直吃他家觉得他家特别不错 觉得这串烤得很有那味道 是那老味的串 然后那鸡爪子烤得确实喜欢都爱吃 在热闹的夜市感受烟火气 最大的优点就是在一个晚上 能够吃到天南海北的美食 和老饭一街之隔的老李 经营着一家奇奇哈尔烤肉店 放的东西大家伙都认识 洋葱香菜 放点油 一点蚝油就可以了 没有科技与狠活 人间烟火气 最腐烦人心 小小的一串烧烤 串起了酸甜苦辣各种食材 占满了天南海北游子香愁 家饮一杯 烧烤几串 点亮了东立夜市的人间烟火 定格了平凡闲适的前世今生 随着春节临近 生产经营 商品流通活跃 人流 车流 物流密集 加之雨雪冰冻等灾害天气多发 安全生产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2月5日 据省应急管理厅消息 连日来 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安全隐患排查 全力推动整改 积极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省安委办派出12个督导组注点各市区 重点督导检查各市区政府 重点行业领域和有关企业重点时段安全生产工作 安排部署及推动落实情况 车站机场 热门旅游景区 大型商业综合体 集贸市场 灯汇等人流 车流 物流密集地区和重点部位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医院和校园校舍应急通道等重点部位应急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道路交通 文化旅游 建筑施工 城镇燃气 特种设备和矿山 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 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开展情况 剧本沙 密室逃脱等新行业新业态安全监督管理情况 重点地区 重点企业 重点工艺设备 高危作业环节 抵制灾害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以及值班值守 应急物资储备 复产复工验收等工作落实情况 截至1月31日 12个督导组累计督导检查县区93个 相关部门98个 企业单位392家 排查安全隐患1473项 其中重大事故隐患34项 同时建立整改清单督促抓好整改 坚持抓早抓小 我省各地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保济市卫宾区应急管理局派出4个督导组 深入各镇街道和物流 旅游 危险化学品等重点企业 单位 检查节前安全生产 防灾减灾工作 针对检查中基层反映的消防器材不足问题 卫宾区应急管理局购置干粉灭火器 配发至城乡接合部35小区 以及人流密集场所巡洋市应急管理局 消防救援大队 市场监管局 城关派出所 城郊派出所等多部门单位联合行动 对全市九小场所开展安全生产暗访专项整治督查 商洛市商周区分阶段开展道路交通 消防 森林防火 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做好宣传引导 切实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隐患 高教视野 由共青团中央指导 全国学联主办 贵州省学联承办的全国高校学生会组织 我为同学做实施项目交流展示活动启动以来 经学校自建 省级推报 全国临选 共产生研究生会项目62个 普通本科院校学生会项目182个 高职专科学生会项目56个 其中 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等20所河南高校学生会项目入选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省内高校动态 1月30日 河南大学在龙子湖校区召开 助风学科建设项目评审会 就助风学科建设项目内容进行现场考评 校长张索江发表讲话 他指出 参会各学科和各部门一是要坚持理念先行 助劳学校开放发展的思想基石 二是要坚持以体制机制为保障 构建学校有序发展的全新格局 三是要坚持以文化为支撑 营造学校文部发展的环境氛围 1月30日下午 河南科技学院与河南省农卖种业有限公司 联合研发小麦新品种签约仪式举行 河南科技学院校长看云超 副校长胡铁柱 河南省农卖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惠浩 成果转化与合作办公室 农学院相关负责人 欧行其教授及小麦遗传改良中心团队成员参加了签约仪式 会议由胡铁柱主持 1月30日上午 安阳工学院在行政楼四楼会议室召开学科专业建设研讨会 校长沈济全 副校长万鹏杰 鹏仁海出席 相关职能部门及学院负责人参加会议 万鹏杰主持会议 研讨会上 5个学院负责人就学科专业建设的成果、经验、规划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享 与会人员就学科专业建设的定位与发展 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交流合作、学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我为同学做实事项目交流展示活动入选名单公布 涉及河南多所高校 5分钟速览高校动态 高校新闻 看 河南高校 新冠感染后咳嗽不止 医生告诉你这样做 新冠病毒感染后 不少人出现了咳嗽、发热、肌肉酸痛等临床症状 部分感染者在转阴后仍有咳嗽的情况 新冠感染后咳嗽不止 甚至谈中有血丝怎么办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王刚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问题一 感染新冠后的咳嗽跟一般感冒引起的咳嗽一样吗 王刚 新冠病毒感染后 往往会出现咳嗽的症状 它和普通的感染性咳嗽、感冒 甚至流感咳嗽是不一样的 原因是新冠病毒具有是神经性 容易导致神经病理和炎症方面的改变 比如导致嗅觉减退或者味觉减退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的迷走神经引起的病理损害 所以 新冠病毒感染后的咳嗽比普通感冒 流感相关感染咳嗽会更严重和持久 问题二 感染新冠后一直咳嗽需要用药吗 王刚 通常可以采用一些外周性和中枢性的震嗨药物 用药时还要根据急性阶段 亚急性和慢性阶段情况服用不同药物 对于急性阶段的新冠感染咳嗽 不能单纯使用震嗽药物 需要联合抗阻岸药物和减充血剂一起治疗 在发热阶段 还需要联合解热阵痛药物一起解决 亚急性和慢性的新冠感染后的咳嗽 是按照中国咳嗽诊治指南标准来进行治疗的 可以急于震嗨药物进行治疗 中医传统的方药也是可以考虑的 问题三 咳嗽有痰 可以用化痰的药甚至抗生素吗 王刚 需要根据嗨痰痰液的颜色来判断 这个非常重要 通常情况下 新冠感染后导致粘液分泌增加 痰液一般是白色的 如果是白色的痰液 尽管多 但是容易嗨出来的话 可以不用加化痰药物 但是如果痰液颜色发生变化 从白色转变成黄色 甚至金黄色痰液 就需要警惕 是病毒感染后合并细菌感染 需要联合抗细菌药物 问题四 咳嗽时发现痰中有血丝 是身体出了大问题吗 王刚 如果患者既往没有发生过咳血的情况 这次在新冠感染后发生了咳血 如果痰中带血 而且又在痰液表面 那么只是粘膜损伤 这种情况不用紧张 观察就可以了 如果血和痰液混合均匀 说明咳血可能来自下呼吸道 也有可能在细肢气管 肺泡 如果咳血量继续增加 成鲜红色 建议需要做相关检查 到医院就诊 问题五 新冠感染后的咳嗽 大概会持续多久 王刚 在急性期 大约有60%到80%的患者会出现咳嗽 一般可以自然缓解 当咳嗽在亚急性阶段 就是三周以后 如果咳嗽仍然没有缓解 通常建议到专科进一步就诊治疗 近日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认定一批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线的通知 此前报道 其中 南京市玄武区被认定为 国家级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 全省首批 南京市玄武区委区政府 历来高度重视教育优先发展 坚持把学前教育作为重要民生工程 强保障 建机制 优内涵 提质量 全面构建普及普惠 安全优质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聚焦工艺普惠实现高占位发展 玄武区不断创新学前教育机制与举措 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 全区教育资源布局的实施方案 玄武区十四五 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 大力推进公办员建设 引导民办幼儿园向社会提供公益性 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 推动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公办员载原幼儿占比持续走高 2023学年 全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100% 普惠率达93.27% 省市优质源占比95.16% 有效满足适龄幼儿入园需求 聚焦阔优体制 实现高质量发展 出台关于促进全区学前教育高质量集团化 办员创新实践的指导意见 创造性构建四个紧密型学前教育集团 和五个项目式学前教育集群 以保教质量评估指南为指引 以高质量集团化办员创新实践为载体 以优质成果培育 双民后备培养为赋能加速器 以江苏省教学改革前瞻性项目游戏精神驱动区域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江苏省首批 幼小科学衔接实验区 建设为抓手驱动四大紧密型学前教育集团 五大项目式学前教育集群 各源共同优质发展 2023年承办江苏省幼小科学衔接实验区 玄武专场观摩展示活动 南京市区域推进幼儿园课程游戏化项目 玄武专场观摩研讨会 在全国率先发布并出版 玄武区入学适应阶段 儿童一日生活教师工作指引 聚焦优师优教实现高智能发展 玄武区不断完善提及教师评选和培养体系 启动新时代幼儿园名师 名言长后辈人才培养工程 搭建立体式层级教研网络 构建全覆盖网格化的课题网络 纵向盘活区域内 名师名言长资源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横向鼓励项目市集群和紧密市集团 共言共进 共同成长 全区学前教育阶段 有江苏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一名 江苏省特级教师四名 市集名优教师37人 目前在燕省市以上规划课题36项 2023年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项 省级教学成果奖两项 成功立向江苏省基础教育 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 省幼儿园课程游戏化项目两项 据悉 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 是对县级人民政府履行学前教育 职责评价和学前教育发展水平 综合评估的最高荣誉 督导评估的主要内容 包括普及普惠水平 政府保障情况 幼儿园保教质量保障情况 三个方面共38项指标 通过县级自评 市级出核 省级评估 国家认定等程序最终认定 选武区已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 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向党和政府 辖区百姓提交了一份美好答卷 普及普惠是底色 优质发展是亮色 玄武区将继续坚持 以让玄武每一名幼儿享受 家门口的优质学前教育为目标 大力推进学前教育安全优质发展 会就又有优育美好画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